未来世界,丧尸病毒大肆入侵人类社会 没有疫苗,被感染者化身为嗜血凶残的丧尸 对正常人类展开疯狂的杀戮 人类文明近乎瓦解 幸存下来的人们只能在白天外出寻找物资 夜幕降临则必须躲进安全的建筑物中 一些正义之士自发组成为安小组 保护幸存者们的安全 也有人化身勇敢猎人 对丧尸进行追踪和猎杀 道哥是猎人小队里的老大 他告诉队友们 遇到救不活的感染者一律格杀勿论 至于幸存者只有足够强壮的才会被带走 深夜男孩独自一人躲避着丧尸的追击 可花光力气始终无法摆脱尸群 危急关头 道哥带着小队及时出现 手起刀落 丧尸变成了刀下亡魂 在医院大陆中 陶勒斯被梦中丧尸吃人的血腥场面吓醒 他和男友摩根已经在这里生存了三个星期 但很快他们就会弹尽粮绝 两人准备离开时 遇到了刚来医院的艾米莉等人 人多力量大 大家决定结伴前行 医院的地下一层连通外面的停车场 只要穿过安全门 就能坐车离开 寻找新的避难所 此时他们并没有察觉 黑暗中丧尸已经露出獠牙 道哥一行人摸黑来到医院 天一亮 政府将在这边区域投掷炸弹 他们此行的目的 便是在政府行动前 找到医院里的幸存者 陶洛斯一行人来到一扇门前 上面的红色大字格外显眼 大概意思就是 里面很危险 千万别进去 但为了寻求出路 他们还是选择铤而走险 搬走堵在门口的桌椅 进入黑暗幽深的长廊 腐朽的气味让人作呕 随处可见的人体器官 不断挑战视觉极限 长廊镜头 是一句句倒挂的尸体 这些可都是丧尸精心储存起来的美味 健壮 大家只能硬着头皮从尸体中穿过去 强烈的刺激下 有人当场狂偶不止 摩根和卷发哥结伴上厕所 期间摩根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要不是陶洛斯坚持 他其实并不想和大家一起行动 虽然人多力量大 可被丧尸发现的风险也增加了 卷发哥当即一拍胸脯 表示大家都不是猪队友 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 两人忙着聊天 对即将要来的危险浑然不知 躲在隔间里的女丧尸 突然冲了出来 要不是两人多少带点主角光环 怕是真顶不住 摆脱丧尸后 两人迅速和其他人会合 显然此地不宜久留 一起人顺着楼梯来到下一层 幸运的是 这里的食堂还有不少食物 足够用来补充体力 就在大家饱餐一顿时 卷发哥似乎有什么心事 眼间的艾米丽发现了 她腿上的伤口 面对质疑 卷发哥赶紧解释 这是刚才在卫生间 不小心擦伤的 尽管如此 艾米丽还是很生气 因为光是血腥味 就足以引起丧尸的注意 以防万一 姆根在医疗室中找到一些药 帮卷发哥简单处理了伤口 不料刚走出门口 耳边忽然响起男人的求救声 下一秒 他被病房里的丧尸 硬生生拖走 这样的悲剧 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对此大家无能为力 道哥这边 他让组员泰家去清理指定区域 刚走几步 一间病房里传来女人的哭声 过去查看 发现女人蹲坐在地上 和他在一起的男人已经失变 泰家迅速解决丧尸后 准备带女人离开 没想到女人也是丧尸 好家伙 这里的丧尸智商这么高的吗 假装和人引人上钩 幸亏泰家是训练有素的战士 最后有惊无险将丧尸杀死 幸存者这边 他们不知不觉 走进一间手术室 白色的果实布下 鼓鼓囊囊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在好奇心驱使下 卷发哥揭开白布 原来虚惊一场 就在大家放松神经时 意外降临 躲在暗处的丧尸 发动攻击 场面一度失控 尽管大家顺利逃脱 却因为刚才的骚乱 不小心走散 卷发哥 迪伦和艾米利一对 摩根 陶勒斯和小女孩在一起 随后 迪伦在卫生间遇到长发男 这大哥看起来可不像傻好人 得知对方想加入自己 迪伦欣然同意 结果悲剧 被长发男直接打晕脱走 等到再次睁开眼 已经被五哈大绑在实验中 长发男告诉迪伦 在这个要么沦为丧尸 要么抱团取暖的末日世界 他找到了第三种活命的办法 说着说着 一个名叫苏菲的女孩 缓缓走出 长发男告诉众人 在不知不觉中 丧尸族群已经发生了进化 眼看小女孩苏菲虽然失变 却能保持正常人类的意识 而她已经和苏菲达成协议 只要每天提供新鲜美味 苏菲就保证她的安全 与此同时 摩根几人听到嘶吼声 发现尸群正在分食一具新鲜的尸体 尽管已经足够小心 他们还是被丧尸发现 混乱中 摩根和陶洛斯二人分开 眼看要被丧尸扑倒 道哥恰好路过 迅速将丧尸斩杀 确认摩根没有被感染后 就让他加入了自己的队伍 不知道是不是吓傻了 已经走出危机的摩根 似乎把队友陶洛斯忘得一干二净 殊不知 此时的陶洛斯同样现有了致命危机 在求生欲望加持下 陶洛斯与丧尸展开激烈搏斗 竟然凭借一次运气 成功反转了局面 干掉了丧尸 但也因为完命搏斗 小女孩再次分开 女孩独自一人 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或许是太累了 他找到一个角落沉沉睡去 完全没发现 一只丧尸已经盯上自己 但诡异的是 丧尸并没有粗暴的上前撕扯进尸 而是摸了摸女孩的脑袋 难不成这也是一只有人性的丧尸 当然 我们也可以做个大胆的推测 女孩会不会已经感染 毕竟丧尸不杀丧尸 非要二选一的话 反正我更倾向于后者 不过关键时刻 道哥带着凋毁的战斗力来了 艾米丽这边 两人没有一起行动 他让卷发哥待在楼梯口 自己去找迪伦 结果遇到道哥一行人 就这样误打误撞 和摩根以及小女孩会合 至于卷发哥 则和寻找小女孩的陶乐斯会合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 感情就是让几个幸存者 重新组合一回呗 就在我以为无人伤亡时 打破平衡的猪队友终于出现了 陶乐斯和卷发哥来到杂物间 这哥们 之前貌似吃了底不该吃的小药丸 现在开始出现幻觉 并不小心搞出大动静 结果成功吸引了丧尸全的注意 赶来的丧尸 很快将他生通活泼 接下来 陶乐斯只能独自逃亡 途中一只丧尸穷追不舍 而他的表现 说明丧尸的确产生了进化 他们不仅仅只会简单粗暴的吃人 还有不错的逻辑思维 面对求生与爆棚的陶乐斯 丧尸居然开始疯狂洗脑劝降 大概意思是 我们已经进化 你迟早会被我的同类抓到 再逃往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既然打不过 那不如加入我们 好在陶乐斯一直坚定 不听丧尸瞎忽悠 实验室中 没等苏菲开餐 那个男人又出现了 道哥人口话不多 一招送走了人间长发哥 完哨后 苏菲也领了盒饭 恢复人生自由的敌论 很快与大部队会合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陶乐斯的尖叫声 没想到丧尸这么执着 见过大场面的道哥 面不改色 逃跑是不可能的 一枪就把丧尸送上了天 至此 猎人小队和幸存者成功集合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在政府投弹之前 安全撤离医院 按理说走就完事了 可道哥他们偏偏 还要清理丧尸 然后又到劳魔太家出场了 这回 不仅捅了丧尸窝 还遇到了 势均力敌的壮汉丧尸 一番鸡飞狗跳的打斗后 太家凭借正义的光环 取得胜利 然而 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 大楼所有通道被封死 想要离开 必须乘坐电梯 问题来了 发动机电量随时可能耗尽 这也是幸存者们 从一开始不考虑电梯的原因 道哥认为 与其困在大楼 干脆放手一搏 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电力即将耗尽 电梯随即发生故障 此时 电梯距离地下一层 只剩一层距离 摩根自告奋勇 爬到电梯井下查看 里面灌满了发臭的水 没等摩根反应过来 潜伏在水中的丧尸突然苏醒 摩根施展不开 被对方死死压制 折腾一小会儿 彻底没了动静 这时 电梯恢复运行 顺利将众人送到目的地 这 大冤种摩根真是双Q了 道哥将手枪交给狄伦 让他护送大家一路朝南走 那里有避难所 他们还要留下了清理丧尸 没记错的话 不是军方要投蛋吗 一整个无语注了 总之 接下来又是一场 腥风血雨的恶战 这回 烈人小队损失惨重 道哥不得不亲手了结 被丧尸咬伤脖子的女队友 而幸存者们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看他人处无害的样子 艾米丽母爱泛滥 毫无防备 结果转头就被男孩 狠狠咬了一口 不想伤害别人 艾米丽让其他人赶紧离开 故事最后 幸存者们成功找到安全门 此时天已大亮 没等他们离开 失变的艾米丽找了过来 他意识清醒 表示成为丧尸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了 不想听艾米丽继续妖言获重 道哥用眼神示意敌伦 一声枪响 艾米丽倒下 枪声引来无数丧尸 但在尸群追上来的最后一刻 大家成功赶不开大楼 这时 政府派出的战机赶到 向整座医院投掷炸弹 瞬间整片区域 不过靠火 宜为平地 影片自2009年上映以来 吐槽深一片 故事概念完全抄袭 生化危机不说 全程乌七八黑的画面 对眼睛也太不友好了 虽然丧尸具有独立意识的设定 在当时还算一大亮点 但故事实在太平淡 逻辑漏洞更是一抓一大把 既然军方要炸医院 为什么找到幸存者后 不直接离开 既然猎人小队和艾米丽 他们都能成功进入医院 那么出去怎么就那么难 难不成全是鹿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一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